字幕提供 這個活動呢 規則很基礎是 台北社文化局所主辦 文言大致社所 新化指引的活動 那2015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總結束店的一起合作 也是辦成中文英文的這個展規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你知道軟欣悅也很老實 那老實說 各位這文言手設 都看過之後 背景非常特別 因為我想在文言界裡面 幾乎非常非常少是 既跨越了建築 也跨越了文學 這兩個領域 而且軟欣悅老師本身的文類創作 當然以小作為主 各位也得過賞你的獎項 那在建築賓的評論 也是對我們所稱道 所以 它是一個我們可以說 一般的多期主義者 身分非常多元 那今天的主題呢 是廢墟後天裡的文學 我想如果各位有猜到 上一場的想說就知道 上一場是講文學跟影像 這一次是講 空間跟文學 它也是有一點 可以做一個類比的對照 那這次整個文言界的活動呢 是以文學正在上演為主 我們基本上 讓各個不同領域的作家 可能有不同的 除了寫作出來 有不同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類別的一些 一些特色 或是一些專長 他們來談這些文學 可能跟一般的 從文學作者來談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就用各隊的掌聲 我們歡迎文學老師 非常謝謝楊老師的介紹 有點感冒有點難思的 不好意思 那個 就說到那個 好像 剛剛說是甚麼 多期嗎 是多期 結果讓我想要這兩天 爆紅的那個日本 我名人 跟他比 跟他比 他據說有五十人 那我應該還差了 可能五個指頭都不夠 才還差蠻多的 不過確實 所謂的 到後來 現在是還好 因為我大概 我大概 其實也是跟楊老師 現在在淡江 做了一次 教授 我是淡江建議師 畢業的 那 跟很多人一樣 就是 從很年輕 就是對文學有興趣 但是其實也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所謂的 計畫 或遠大的目標 就是 只是覺得 喜歡文學 在淡江 我在淡江 練習的時候 是七零一代後期 那時候 其實淡江的校園 還蠻 非常的 我覺得那時候 整個法的時候 整個文鋒很 很彷博 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是 三三 那時候在淡江 是一個主要的基地 大概是我在學校那幾個 他們主要的活動 然後中文系 有那個 私塑女老師 等等 就是有 媽活躍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文學的氛圍 那 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 就是蠻認真的看書 他說那看書就是自己 自己看 自己看 也沒有想過 其實也沒有想過 要做文學創作 或甚麼 但是 我那個身邊 就是 當時我現在在建築區 但是我們建築區裡頭已經 我的學弟 就迪我一兩屆學弟 已經有一些人 都得了一些重要獎項 包括 迪亞文 他的第一屆 他是 他得了第一屆 第一屆的 聯合報為全獎 的首獎 那時候也值得相當下人 而且他那時候才四九歲 就是 那時候總共的 高高低眼 都得了大獎 然後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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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以我 借了一個 全獎 我有記憶 他事實上 在 大三的時候 他 大三跟大四 他連續兩年的 到 《死化文學獎》的首獎 也是相當下人 然後 然後 他們兩個都是 等於是 等於是 第一次露面 就是當下的大獎 在那個年代 德其實《死化文學獎》 幾乎像是一個 一個寶車俗 就是 基本上 其實 在瓜懷是還蠻 蠻嚇人的 所以大概是 在那種氛圍下 那我自己 其實是被我的全獎 但是沒有 沒有很認真的 去想 不過那時候 我在 《淡江》的時候 也正好是 現在 剪下的補片 就是 從大學開始 辦那個 所謂的 大學文學獎 我現在念《淡江》的時候 我在大三的時候 《淡江》就辦了第一屆的 武高文學獎 好像 要我誰可以知道 現在還也很好看 我是第一屆小說獎 德國 應該可以被列為 中文系的歷史 不過那也是 我第一次寫小說 然後 就戰戰兢兢的 我記得那時候 是中文系主辦 然後寫了之後 他就說 我其實有天 就在學校 環面看了一台報 說 《淡江文學獎》 那什麼東西 然後 《淡江》就比賽 然後又打給小說 我想說要不要寫寫看 就準備寫 寫了一個小說 然後 寫完之後 他上面是說 請交到中文系辦公室 然後我寫完 就拿中文系辦公室 在那個外頭 看了很感激的說 我想 他進去那個時候的人 會問說 你這首戲 然後見不去看 他們會嘲笑幾下 這首戲也來參加比賽 所以真的不敢教 就轉頭 走到校園 有個游泳 去寫 激發出個訓練 進去 真的是這樣 然後就忘了 後來 有一天又一天走著走 後來 走過 看到這個 我一天想不到 他是我 那這個事情 但是也沒有 也沒有因此改天 或是地定成之下 因為我後來 我那時候就唸建築師 建築師 建築師 家裡蠻重的 功課很重的 木高大概也是要重建築 所以之後 當晚拼工作 然後到美國念書 還是美國工作 其實大概一直是往著專業的建築師 建築師 建築師 大概一直是 我到芝加哥 開始正式工作以後 工作以後 發覺 開始感覺到 這個美國的整個規矩 上開之後 也摸到空缺 或是有一種 好像什麼東西 不能滿足的感覺 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想一想 也不能做什麼 像民意能夠回家 掛幾道人 就是似乎自己也想說 那就想 那也因為在 大家得了那個獎 給自己 有一些好像 一種某種自信 或者說 好像跟你說 你也許可以寫 他們到二十八九歲 到了芝加哥 我已經是一個專業建築師的時候 忽然覺得想要再做這事 所以差不多從那時候開始 就寫 我事實上 也沒有想幹嘛 就寫了第一篇小說 而寫完 事實上不知道要做什麼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因為在我離開台灣之前 我並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小說頁 不知道要寫到哪裡 就是完全沒有太多 可是在美國 沒有更 更跟台灣斷詞 也不知道往哪裡寫 所以那時候 事實上 想了半天 我就想 就把寫好的稿子 所以我直接寫給我 那時候 在淡嘉 也是中藝系的 那個 司書女老師 對 因為我以前有 又拍門課 那時候對我還滿照顧的 所以我想說 那就寫給司書女老師 我一直看 結果他就把我轉到了 那時候的《自立網報》 那時候就看 然後後來他們就用了 然後那個編輯也 很客氣的來信說 把文稿子寫給他 所以我最開始 根本提起 我最多就這樣提供下來 所以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 我雖然不曉得 是叫無心插流的一個結果 還是根本命運就是這樣 我都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好像 你先回頭看 好像 根本不應該長出來了 這個應該是有命運 還是什麼 不過無論如何 就走到今天這條路 那我後來回台灣 大概三十五歲的時候 從美國回台灣 然後 就 那時候 那個建築的志向更大 所以我三十五歲回來 我三十六歲的時候 就開了《建築師宿所》 就準備認真正經營《建築師宿所》 大概做了十年 大概四十五歲的時候 大概四十五歲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失望 我就把事務所停掉 轉個學校教書 我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 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 可能就是 我就開始比較積極地寫 短片小說 到四十五歲 所以我把宿所關掉之後 那時候 正好 也 一元機會 就是 就是 得了台北斯文化主義的 教和藝術家的 一個計畫 然後把我送到 中美中的文化師三個月 然後就是 我先有空白了三個月 那三個月 我就開始寫 第一本帳篇小說 然後 也 比較確定說 所以我們以後的路線 會移常長的建築 所以 大概四十五歲的時候 我們決定把宿所關掉 然後轉到 轉到 學校教書 同時把重心 就是從那邊來的 這個是 移端 然後移到 比重廣 那個 這個文學創作者 所以大概從 那個是 二零五到 所以說 二零五到 現在我的創作 基本上看起來 還是很 很 很 我發現很多人 不過 比重上 我自己是漸漸的把它放到 直階小說 這個上面 那前幾年 是因為我 我 七、八年前 我從時間大學轉到 人質大學 對人質大學 因為 介入系主任 又是創系 所以 那時候 也有一點比較 比較 時間 各種來 然後有點 所以這 過去幾年有點 稍微有點卡住 然後 最近 所以我事實上 有讀一個新的小說 大概 這是我的 例子 那 我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 因為 這個 我用一個 我比較早期的 這個 這個其實蠻早 這應該是 2005年左右 2005年左右 2006年 差不多10年前 出版了一本書 對 好像沒有得到 太多注意 不過 事實上 我 現在出的書 蠻多的 算蠻多的 不過 大部分都沒有得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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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從來 沒有得到什麼注意的去 但是 真的 後來 卻有一些人 會感興趣 他有感興趣 因為 他比較被定位在 就是 因為他比較跨界 我自己去攝影 然後用我的攝影作品 拍攝區空間 所以他有攝影 然後又討論到空間 討論到一些故事現象 然後又有連續創作 所以我覺得創作 我在這本書裡頭用的文類 基本上這本文類都用來是 詩啊 散文 小說的朋友就用來想這樣 沒有什麼要 非這個樣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 也許在我所有的書裡頭 這本是 最不是有歸類限制 或者是自己也沒有預定它必須怎麼樣 而且這本可能是我所有的書裡面寫最快的 這本我覺得寫起來非常順 非常容易 就是沒有壓力 大概三個月就連攝影全部都做完了 而且不是說有出書計畫 只是自己做做做而已 這個做完就把它出版了 那實際上 這本書當時做的特別輕鬆愉快 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我那時候在寫一個場面小說 同時在寫一個場面小說 我那時候從小的時候是 還是我以前講過一個計畫 那就是 那個小說讓我有一點 就是反而寫得很不順 寫得很不順的同時 我就想把它拋開來出來 做一些自己覺得好像愉快的事情 所以是同時在寫場片的時候做這個 那有可能就因為 會覺得這個是好像是 丟出去玩的事情 會做得特別開心 那個場面小說做相對寫得比較辛苦 那這個 我可能今天就大概用這本書的一個結構來講一下 但裡頭我也會拉出來討論一下 我對於為什麼要討論廢墟 為什麼要討論 在廢墟裡頭 它呈現的文學究竟有什麼不一樣 那不一樣可能也是反映我自己對於文學的價值是什麼 那些思考 所以 在這個前後我會挖出來一些我自己的 某些文學觀 文學觀會呼應我們為什麼對於廢墟感興趣 為什麼對於這樣的一個 不是很現實的東西的一個關注 那它其實 某個程度回到最後 也還是會回應我自己對於文學的價值觀的看法 那它是 這個是廢墟裡頭的文學是 這次今天訂的文學 那那個原來的書名是叫呼謊 呼謊 呼謊 那個英文翻譯是我一個朋友翻譯 它把它翻成displaced moment 就是被錯字的時間 我覺得它翻得蠻好的 因為其實呼謊 好像這個是在談的是一個 廢墟是一個空間 那其實在廢墟裡頭 你真正能感覺到的確實是時間 而不是空間 那空間就是很特別的 就廢墟特別的能夠提供你一種時間感 而且那個時間感會有點無法 你很難確認你到底在哪一個時刻 不像現實裡頭 你就是知道你在此刻 然後你進到廢墟 尤其是沒有人的時候 只有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開始 就是無法明確辨別 你的時間究竟在哪一個時刻 那那種感覺是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的 也蠻喜歡的 那這個是從台北的上方看上去 其實就是非常 其實就在這附近的 那個是演契的 就是一個好像我們在感覺上非常繁華的 非常精進向榮的台北 其實你看下去 它事實上是藏了很多所謂的違章 或是類似一個非正式的建築 這些看起來不正式的 或者是非法的 或者是邊緣的東西 我覺得它反而是最有趣的 可能在一個城市裡頭 就必須是這樣的 這樣的非正規的空間 才能夠真正 誕生出吸引人的故事 而不是那些 像譬如說《遠棄大樓》 假如說 像是同樣的 我寫的東西 我進到廢墟 我通常就 誰到所那邊的廢墟 我就去那邊轉一轉 然後就自己拿個槍 自己來拍拍個兩棟的出來 回家路 好像就有故事可以寫 就自然而然 他會提供 可是我相信 我到遠棄裡頭 走兩棟走出來 應該是沒有故事可以寫的 對我來講 他好像很乾 他就是很乾 那可是你看下去 真底層 都沒有人照顧的 好像自己 這樣子亂長的環境 反而裡頭 我覺得是真正會 迴避藏的非常多可能 可能那個 就是無法變靈的一些故事在裏頭 那些應該是最有趣的 那這是當時的那個書的書名 就叫《呼謊》 《呼謊》 《呼謊》 白曉明為什麼一個世紀後 百年後 我現在忽然越來越覺得他的重量 他在他活著的時候 怎麼沒有得到這麼多重視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在一百年前 在所謂的現代性 剛開始被取得他的正統地位的時候 其實班牙明已經提出他的 嚴重的質疑跟批判 那只是在當時其實大家 不太能接受 當時相信 就是整個未來的人類文明 就是要靠現代性來解救 那他是有懷疑 那他在柏林童年裡頭 開頭幾句話是這樣 他說在一座城市裡找不到路 算不這樣子 想在一座城市裡走私 就像在森林裡走私一樣 要念本市 他用柏林 用城市 因為在他那個時代 柏林二世紀初是非常 幾乎是最精彩的 就是所有的最 等於是未來文明的象徵 就是柏林 然後城市也被認為是 現代性的一個具體的象徵 因為城市是在這個 現代性裡頭 欣喜的一個新的形態 那班牙明說 想在城市裡 他是在談柏林的時候 他說 他整個像柏林這樣一個城市 一個最先進 最發達的一個城市裡 找不到路算不上什麼 意思是說 現在還是一樣 我們在任何一個文明的一個大城市裡頭 有哪個人都有找不到路的經驗 就是你很容易找不到路 可是他說 你想要在一個城市裡走私 就是迷路 就像在森林裡頭 迷路一樣 要有點本事 有些意思是說 你辦不到 你沒有辦法迷路 沒有辦法迷路 就是說 所謂整個的現代城市 事實上 是不允許你迷路的 你可能找不到路 但你不可能迷路 他基本上 背後有一個非常嚴謹的理性系統 那理性系統牢牢的控制住 不讓你走私 那白掌民其實是在哀嘆跟惋惜 說我們失去了走私的能力 我們已經被框在一個 像道路系統一樣 完全嚴謹的一個系統 他批判的當然最現代性 後面的這個理性主義 這理性主義已經保護框住了 那這理性主義框住的時候 使我們在我街表象 或是現實上的進步會不快 可是另外一個非表象 就是比較像是抽象 或者是人類創作 比如說是文學藝術的部分 你就必須走私 才可以創作 你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他其實是阿伊太文文明的 理性部分的快速發展 但是非理性的部分 包括所有的詩啊 小說啦 藝術啊 我們失去走私的能力 我們不能像走到森林一樣 自由自在的東轉西轉 愛去哪裡 然後隨意的發現 影響發現的東西 他覺得這部分是不可能 但是他是很難 他說 除非你有一點本事 他意思是說 只有很少數的人 你要非常有自知的 你才可以在這裏頭 迷路 這迷路的必要 以及迷路的能力 是他提出來 那他提的可能是 要有點本事 他事實上可能是寄望於 非常少數的人才能辦到 那這些人必須要做這件事 這是我在看這本書 這是一開業的 他的頭具 給我滿大的震撼 那這是當時我 其實是還滿無心的 就是忽然 其實是 就決定開始拍廢墟 我自己其實從大學 就對攝影有興趣 而且建築系還有攝影課 所以我會 我當時也會自己去 從暗房 都做一些還滿 類似半專業的事情 所以對攝影師早期 就有一些興趣 我後來也不太接觸 這個是 是在那個夏天 正好放暑假 我有點空 暑假剛好放暑假 我有點空 然後我一個朋友告訴我 我朋友是在 蔡明亮的 幫蔡明亮拍那個 現場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側拍的那個 那個攝影 然後他就 一定打電話跟我聊天 說蔡明亮那時候 在拍《不見不散》 在中文的電影拍《不見不散》 然後剛拍完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怎麼樣 那時候我還跟蔡明亮不熟 那現在我跟蔡明亮還蠻熟 那時候我就還罵浩金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蔡明亮的電影 我就說 欸你們這個電影拍得怎麼樣 那我那朋友就說 喔 拍完了 他說哇 非常有趣喔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們就一直在那個 綜合的那個電影 綜合的電影 等一下會也會 放不到 所以在電影裡頭拍 然後就大家都在裡頭拍 然後他說 他說我們工作人員通通 通通確認這裡頭 符合戲院 這裡頭鬧鬼 他說那電影院鬧鬼 我說你怎麼走 他說我們走 後面門就會這樣 碰 自動關起來 然後大家都 一致公認這裡鬧鬼 我就 覺得太有趣了 就有點像那個 蔡明亮的 然後他說他們已經拍完了 他們已經撤場了 然後那個其實已經封起來 鎖起來了 但是他說 我可以去找找看 說不定可以找到那個屋主 看他可以讓你進去 他說拜託拜託 他就去聯絡聯絡 結果他打電話 他說 那屋主說 可以讓你進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跟那個朋友 帶OEI個人 就去 然後進去你就走一走 然後 我那個朋友是專業攝影師 所以他們就拍 然後我進去 我就 那一天他 他也拍了一些 然後我就帶著一個傻瓜相機 但我是用他的片拍 所以我這些的學 都是用那個 由正片拍的 然後我就 我就跟著這樣子 轉一圈轉一圈 拍出來 然後拍出來回家以後 就是覺得 嗯 很有趣 好像有些東西想說 我就搭著那個 寫了一些文字 然後寫完以後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好 滿有趣 我就 就開始 那同時 因為我也在 那時候也不斷地去保障 然後我上也有一個藝術家朋友 葉偉麗在那邊做創 沒有 他更晚 然後我就去了寶寨 所以我覺得寶寨也是個廢墟 所以我覺得寶寨也是個廢墟 所以我拍寶寨也寫了些東西 然後應該有丟到 雷後微卻來哪裡 登不出來 好像 好像那個 他們也還滿歡迎我寫這個 我就想說 那不如寫下去 而且我那時候 暑假無控 我就開始 就差不多 每兩個禮拜 我就跑到一個廢墟 爬拍拍回來 就寫了 就這樣 大概花三個月就把 把整個流程走完 那這個其實當時都是 就是用畫面拍 就是用正片拍的 後來再掃描出來 原來掃描出來是彩色 不過後來到出版的時候 感覺其實黑白可能更適合 所以後來全部都轉成黑白 所以後面各位看到影像 後來全部都是黑白 那最早就是彩色 那這個是當時拍的 這些其實我並沒有去做什麼廢墟研究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哪裡有廢墟 反正我就開始拍廢墟 然後跟朋友聊天問說最近幹什麼 我說拍廢墟 然後他們就說我知道哪裡有個廢墟 基本上就是誰說哪裡有個廢墟 就在台北路徑 因為我不是在做什麼偉大的研究 調查 對我來講我也不要去洪偉的廢墟 任何廢墟都可以 任何路邊的廢墟都可以 那這些是中間區的一些廢墟 那等一下應該大部分我都會知道 那這個東西我再回到 那巴雅雲他在談明錄這事情 他同時在他的書寫裡頭 他提到另外一個我也很感興趣的 就是關於神秘性 神秘性是什麼 神秘性同時是跟理性相反的 對理性來講沒有神秘這個事情 理性是死證的 其實只有可以被科學證明的東西 所以才叫做存在 不可實證的東西不存在 其實神秘性也是不可實證的 那巴雅雲是這樣談神秘性 他認為神秘性很重要 他說對於神秘的 超現實的 魔幻般的禮負和現象 作為認真的辯證 我這個翻譯的版本 是當時大陸的一個出版本 大陸的翻譯其實很差 我本來想把它改寫 不過我盡量解釋一下 要不然你看字面有時候 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說對神秘的超現實 魔幻般的禮負和現象 作認真的辯證 他的意思是說 翻譯說 我們必須對你在 你所有的這神秘跟超現實 跟魔幻的這些禮負跟現實 都要認真的去看待 但是前提是 辯證的將這類現象 跟日常現象結合起來 他意思是說 不要把你看到神秘的超現實 魔幻的事情 跟你的日常分開看待 他們其實是在一起 他必須合在一起看待 他前提是 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看待 從而將日常之物 看成無從洞悉的 將無法洞悉之物 看成日常的 並藉此在日常之物中 發現命運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他提醒了 因為在整個啟蒙運動以後 其實他很快的就把 理性跟非理性 一刀兩斷的分開來 這個就是理性 非理性 是質疑的 所以包括很多神話 這些比較傳下來的東西 因為他非理性 就被一刀的切走 其實在班農民的觀點裡頭 是你從來不可以可以 因為在我們在寢魔運動之前 人類從來不把這個 日常跟這個非理性是斷裂的 他是常常是可以 就是 基本上就是神話是 人類統統相信的 可是從理性運動之後 神話是沒有人相信的 就認為神話是騙人的 這個事情 連小孩都不信的 這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在這裡提的 我們最重要的是 要把日常的東西看得不可動悉 我覺得這個對創作非常重要 你如何能夠在日常中 我們剛剛看的台北日常中間 寫出一個神秘性的東西 因為你必須要在這種日常中 有辦法看出他的不可動悉 以及他的神秘、超現實跟魔幻的本質 你必須有能力看出來 如果你看不出來 就不太能了 同時也要相信 這些無法動悉的東西 他其實是日常的 這是他的基本態度 那可能我在做這本書 或是這個創作的過程中 其實基本態度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中間拍的一些照片 那這個是當時那本書 我自己寫的一個短序 那這中間幾句話我摘下來 那那個短序的文章名字 我把它取一個很長的 叫《基督應見到百合之美而恍乎》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寫是 你假如去看那個 尤其是中世紀的宗教會話 你看其實你常看很多會話裡頭 那個受難的耶穌或是基督 他的眼睛常常是這樣 斜斜看到一個畫面之外的 填上的某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臉上會露出一種微笑 好像一種很幸福的微笑 那是很奇怪 他明明是在被受難 他正在被淋虐 可是他眼睛會看到一個方向 然後他會露出一個微笑 就是那個他看見的東西 讓他微笑的東西 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那個我把它叫做《百合之美》 因為聖經裡頭 不斷有百合花做禮物 所以我把它取上 也許基督是看到的百合花 然後他就呼喊 然後露出一種呼喊的一種文下來 那這是那個文章裡頭幾句話 我把它唸一下 是我的文章 這個反應我當時在寫了一個 一個性情狀態 對廢墟的沾固 是秉足夜巡 某種呼喊之美的孤底型 是對劉淳、閃失、光影、腳步者的自癒 對獨具、孤知、閒者的禮佛 以與對置身為何圓存 身在魔界的思索 大概反應我那時候 大概在思考的某種狀態 那下來我就可能就帶一下這些 這個波皮聊 波皮聊我去 我開始寫這個時候 運氣還好 那時候台北市文化局 還沒有大力的把所有的廢墟 改成所有的文創園區 所以那些個性完全不一樣 現在你只要叫我到松菸 我寫不出東西來 可是我也有去松菸 這個波皮聊我也去 然後那時候都還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是上次我去的時候 整個波皮聊其實是一個龐大的這區 可是它的馬路對面 其實日常生活照樣的 每天過 然後車椎馬樓的方法 可是所有人經過好像 完全沒有感覺到這塊廢墟的存在 非常有趣 可是這裡頭事實上這個廢墟 沒有人管 可是它似乎在裡頭 也沒有它自己在 一個運作的一個世界在裡頭 所以我那時候 這種都是要想辦法溜進去 翻牆跑進去 在當時就是被當作一個 不准進入的 一個沒人管的地方 所以我進去 我進去看那個裡頭 那是拍了一些照片 這是在裡面拍的照片 當時的樣子 然後 那基本上 我大部分的模式都一樣 就是我 知道我要去哪裡 通常我都是 中午過後才去 大概下午 兩點 一兩點的時候到 然後在裡頭大約停留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就這樣走 然後帶相機 就拍拍拍 就拍回來了 原則上 我不做任何的研究跟調查 因為那不是我的本意 就是 我就比較想平直覺的去 感覺一些東西 就大概 通常這樣走回來 然後可能就 在那一個禮拜 我就會看有什麼感覺 我就寫了 那要寫散文的詩 或短的小說 都ok 都寫一個很短的東西 然後就搭配 可能去一個地方 我會寫一個 去一個 譬如波比爾 我可能會寫兩三篇東西 不同的東西 然後文體也不一樣 也不一定有什麼觀點 反正我感覺到 是我就寫什麼 譬如說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從那裡頭 原來寫的一個短編小說 叫邱情操 這個其實是 古其中一郎寫的 春情操 很有名 不過春情操 我在寫邱情操的時候 春情操還沒有被翻譯到台灣 春情操好像後來是 可能是到2010年左右才翻譯 我這個是大概2005年寫的 就更早 可是我那時候已經聽說了 春情操這個小說 大概也聽了這個故事 我非常著迷 就是一個人 她因為愛她的女主人 然後願意刺下她的雙眼 然後讓她覺得好 這個表達她的愛情 那個我聽了還滿震撼 不過我沒有讀過 我去那裡頭出來 就寫了一個邱情操 其實是對於春情操之一 所以創造了一個叫邱情的一個男性 邱情的男性 但是我把它倒過來 在春情操有春情操 春情操 春情是那個女性 在這邊我這個邱情是一個男性 但是同樣都是一個主人 就是一個比較富有的 然後跟一個用人 那我把男女倒過來 在我這邊是一個女用人在照顧她 跟那邊是相反的 那基本上是講這個 一個台灣的一個 就是在波普家裡頭 一個醫生館 很好的 到日本留學回來 娶了一個世家的小姐 然後過得非常好的時候 但是忽然 發覺她太太不孕 就是怎麼樣都不能夠生小孩 然後壓力越來越大 後來這個醫生 柳日的醫生 一定要船後 所以她必須 一定要逃小的 就準備要逃小的時候 她老婆都懷孕了 可是是高齡懷孕 然後後來要生產 在家裡生產的時候 就是爛產 然後她那時候 那個醫生走在屋子外面 因為她不敢 她在外面等 然後聽到她老婆在裡頭叫 然後在路邊有一個 盲眼的那個 算命的人走過 就跟她講了幾句話 然後她就 跟她說是 生下來的小孩是帶著 帶結的 是她來 是她造成母親的傷害 所以你只能選擇一個 那她就 她覺得 她絕對不能夠放棄的小孩 結果她的太太真的 就是爛產死掉了 她小孩生下來 然後這小孩也非常不幸 生下來 大概幾歲以後就嚇掉了 然後這個醫生 還是很堅持的要照顧她 然後就 後來就從鄉下 找了一個小女孩 跟她年紀一樣 就陪著她一直長大 負責照顧她 生活起居 然後到兩個人 差不多到十幾歲的時候 開始要發育了 這個醫生就覺得 她們太靠近了 就準備把這小女孩送回鄉下 不要讓她們留在一起 那這個是 這個小女孩 然後她們在波培 她們就住在波培來萬華 那時候萬華已經衰落了 萬華已經開始有一些流音 什麼出現 然後這個 秋晴有一天 從學校回來 跟這小女孩走到路邊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流音來跟她叫課 所以希望找她 那她就問那個女孩說 這什麼女孩跟她解釋 她就跟那個女孩說 改天你一定要帶我來這邊一次 我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小女孩說 好 我答應 那結果後來 這個 就是她的父母 她的父親 這醫生覺得 他們兩個已經太大 成年人 不能在一起 就準備把這小女孩送回鄉下去 那這小女孩就跟這個秋晴說 我承諾過你要帶你去那個 去那個 吃倉那邊一次 所以明天我就要回向下 所以今天晚上我帶你去 所以她就 那天晚上就帶她去 然後這是她帶到那邊的 中間一小段 她說 年輕女人自己解了衣服 過來為秋晴也解衣 蕭威衣的同躺上窗去 在這一切進行的某一時刻 秋晴已確知她懷中的人 其實就是阿娟 但兩人都沒有說 或這事 就安靜地把這件事做完 這個是其中的一場段 那這個是 也是對古奇潤一郎 致意的一個段的想說 那這個是在裡面看到 就是在裡面看 其實它是很 就是很 很斑波 但是有很多痕跡啊 你先試看它其實不是 光千亮麗的 或者是單一的一個完整 它是 你可以看到一層又一層的那個文影 就好像有很多故事在你頭裡藏著 那在這種空間 我覺得故事自然就會出來 你不用去找故事 故事會有辦法找你 是很奇怪的感覺 那是當時在你頭走 其實是非常荒廢的 當時是很荒廢的 在裡面走 會滿奇怪 因為沒有人 然後有時候就是 會擔心 所以我當時 當時 我那時候跟人家聊 但大家都覺得 哇 你一個人進到那裡頭 不是很恐怖嗎 萬一有什麼鬼啊 什麼的 我其實很想找到鬼 但是從那到那裡 沒看到那裡頭 但是到最後 我其實真的比較害怕的是野狗 因為有時候飛行頭 會有一群野狗 那是他們的地盤 那你一個人落單進去 你可能會被攻擊 另外一個是跳蟲 那裡面真的能跳蟲 所以這個也蠻恐怖的 這實際上是 活的東西是 我還比較怕的 因為死的 我還不想擔心 死的也不會咬人 也不會吸血啊 應該不會吧 那就是在底頭走 然後這也是在剖皮疗寫 這是一個短的散文 短的散文 沒有很明確的故事 不過我唸一小段 叫葉法剖皮疗 先把它解決掉 那像把雄性動物生殖器官淹掉 再放出去野油 什麼麻煩也不用擔心 會發生來 把對歡樂將到齡的期待 先揮霍光 這是一個 比較像是短文 所以是裡頭的一些房子 裡頭有一些是很 很像是老的中國時代 也有一些在二十世紀初的 那種一些現代性的房子出現 是蠻有趣的 但是這個社區其實 它的舊跟心裡頭已經在這種轉化 應該在當時是相當靈人的地方 那這是在台北十門的一個無人公園 這是我就是開車的時候 就是經過那個東北角 就是開 然後就看到旁邊 我怎麼一大洞這個 沒有人的房子 我就立刻停下來 就跑去看 這是十門 現在後來好像也蠻有名的 我後來發覺我寫的裡頭 有一些是著名的鬼屋 但是我完全都不知道 從後來 因為以前沒有網路 也沒辦法搜尋什麼的 我也搞清楚這些 然後這就是當時我經過 就看 哇 沒人動 這麼大一個房子 然後曾經有人住過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反而是開車好好的 那裡頭的人全部走了 那這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就跑進去了 那這個是 它其實那房子叫路邊 然後面壩 它背面其實就是山 就是這個山坡 那因為太久沒住了 那個山上的草莖都長下來 這是一樓的背面 然後這個房子就是 等於像小套房一樣 一間一間的 它就是像 隨便看到的 就是一間一間的一個門 然後每一個門就是 有一個門頂 然後就這樣走走 那我就在這裡走 然後我其實就 就那個 就是這樣走 然後因為很無聊就走 然後開到門頂 我就按一下按一下 那沒電所以就沒有了 然後就是 有一個門頂我一按 就叮咚我就下來了 怎麼可能 因為不是沒電嗎 然後覺得 就好像有鬼 然後一直在想 不過後來 後來我在想 其實不是 因為有的電靈是機械室 有的是電通電 但其實有機械室 不過當時我就被嚇到 所以就寫了一個 叫叮咚叮咚屋裡有人 這是 這是一個 也是類似散文跟小說之間的 因為我後來在文類 我沒有很在意 我的閃文 常常都會有一點點故事性 就是有時候還會被批評 都不像閃文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中間也有一點點故事性 我唸了一遍 它叫叮咚叮咚 鍋裡有人嗎 你忽然轉身朝向我側 並且把我清批上你身的博背丹先翻開 一手一腿張揚向我屈體的方向來 雙雙觸碰上我裸部的自己 我會有些精淡的使住鼻息 怕任何的動靜都要驚擾你熟悉的人 那這個是屋子的前面 就林馬路的一樓 那這邊也是蠻有趣的 就這個房子我們可以看到 這好像幾乎像是逃難一樣的 一家人就不見了 然後門窗都不見 可是裡頭家具還在 就是你都不太能明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像忽然一個浩劫或是什麼 然後更神奇的是 就是右邊那個鐵炸門那邊 那個鐵炸門那邊 我走過去 然後走到那邊一轉 那個炸門後面 地上就躺了一隻貓 像睡著的貓 一隻黑貓躺在那邊睡著 然後就看很久 然後就不動 然後我想是不是死了 然後我就拿一個四隻豬 真的是一個死貓就躺在那裡 那個其實是還蠻厲害 不過那個我沒拍 我一直很後悔 拍下來應該蠻厲害的一張照片 可是當時我是被嚇到 然後就走了 然後 那個是那邊 這個是寶藏園 寶藏園我去的時候其實也很早 那時候都還沒有 抗爭也還沒開始 後來的寶藏園什麼什麼都還沒有做 就是整個就是像一個廢墟一樣 然後大部分的人搬走 還有一些人還住在裡頭 就是在一個半廢墟狀態 那裡面其實很多就是空空的這樣搬掉 但是你可以看到裡頭一些居住的痕跡 像這個他們留下來的一些居住的痕跡 那寶藏園 因為寶藏園的故事比較有趣 寶藏園是當時的就是最早從那個 從大霧側過來的這個兵 因為他們其實在這寶藏園的山的背面 有一個軍營 那軍營裡頭 其實很多年輕的兵 那年輕的兵本來住軍營 但是慢慢的他們也都成家了 可是他們沒有地方住 所以他們在翻過山河邊這裡 沒有人的地方 他們這些兵就自己開始蓋一些圍章 讓他的家庭可以住下來 所以他們就慢慢發展出了一個他們自己的社區 所以其實最早是有一些年輕的大陸來的兵 然後在台灣 通常取了台灣的女性 然後就在這邊成家立宴起來了 所以 然後這個地方又叫寶藏園 所以這種關係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這種兵 然後娶了一個台灣的女性 然後生了一個兒子 這之間的關係 然後這是用兒子的角度來寫 因為這個兒子就是 他父親就不斷的告訴他說 這個寶藏園 日本人走以前是 他為什麼叫寶藏園 是走以前在這裡藏了很多黃金 現在大家就找不到 可是這個父親宣稱 他找到了長寶的那張破解的圖 所以他一直在找 然後他就從小 這個兒子從小聽到爸說 他有一天總會找到這個長黃金的地方 但是兒子已經非常非常厭繁他父親講這個事情 而且完全不相信 所以這個兒子就有一天 這個是中間一條長說 一次他最後 我切自他緊握手中的圖 用打火機 糞糞燒去 並隔日說明是他最後淹頭自己 燒回紙張 他用並不相信的眼睛 瞪我看了很久 燒去的圖像 再講一個 有一點點隱喻的一個 我在想像一個老兵的心情 就是他連接著離開他的家鄉 然後他其實好像拿了一個長寶圖 想要有一天他可以回到家鄉 卻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一直跟他兒子講這四個 可是他家鄉對他的這些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這個兩個之間的一種奇怪的情節 那這是寶藏岩的那個狀態 寶藏岩其實是很迷人的一個社區 這是當時的一些狀態 這是一首詩 其實是一個比較長的詩 會摘了幾句叫寶藏岩練曲 那這中間幾句說 花兒見到我時 嚇了一跳 我也嚇了一跳 這是真的是講我那時候的心情 因為在寶藏岩或在廢墟裡頭 常常你其實就在裡頭晃了晃了 有點像白雅明說的 在森林裡頭迷路 你不知道轉個彎之後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你忽然轉個彎 就看到 通常不是看到 是看到一個物件 或甚至看到一個草的一朵花 都會把你嚇一跳 說怎麼有一朵花 那所以 那我在倒過來想 我想那花大概也被我嚇到 因為它在那邊大概一直是很獨立存在 忽然跑出一個奇怪的人出來 那這個也是裡面的整一些痕跡 那這個是叫B台老屋 B台老屋 這個是心電 那這個是 事實上是我一個學生 聽說我在做這個 他就告訴我說 他說B台那邊有一個老屋 我說真的嗎 他就跟我講一下 然後我就自己就跑去了 然後這個老屋叫太白樓 它其實是 就是你到壁台有沒有這個捷運 那時候還沒有捷運 那時候有沒有捷運 好像沒有 就那邊下去 我是開車舉 然後下去到那個 就是租很多什麼天二船的 天二船那邊 那個的對岸 有一個好像一個岩壁 那個上面就是這個 所以我到了那邊 我要先租一個天二船 然後他踩踩踩到對面 然後就走上來 走上來走到一半就是這樣 走上來你就看到一個太白樓 然後一個太白樓 就是很漂亮的一個太白樓 一個乾乾淨淨的 然後兩層樓的 然後 這個 然後我就來 然後這個 這個我到後來才知道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鬼屋 這個 譬如說是台灣十大鬼屋 可能排排名前一二還是什麼的 就是非常厲害的 不過 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只要是廢墟 我就去了 然後我不太管 而且我 不是不相信鬼 我不太怕鬼 我覺得鬼有什麼好怕 因為 就是鬼的感覺 像他的 你怕他也覺得有用 你怕他幹嘛 那這個是後來才知道 所以我就走進去 不過這個太白樓是這樣 這太白樓後來 我去的時候都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因為我不太做調查 我不希望那個東西太多調查 我怕那會干擾我對這地方的直覺的感覺 所以我寧願不要知道任何事情 但後來慢慢就知道 那這個太白樓事實上是那個 就是 他就是一個空屋 原來是什麼不知道 可能是一個道教的一個小廟 或者是 看起來像房間的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他後來是這樣 因為壁壇是 曾經是那個 最有名的那種 迅情的地方 就很多人 迅情喜歡從壁壇 吊橋跳下去 所以壁壇有時候 常常會撈到一些無名思 那無名思到最後沒有人任理的時候 他們就不去處理 他們會把它 就是燒成骨灰啊 他們在壁壇 然後每個地方放 都寄放在這個太白樓 所以太白樓變成 收一些無名思的 那些迅情的人的地方 所以太白樓進去走 事實上是有一個 一個神像 有人燒香 然後旁邊有一些 像是骨灰壇的東西 所以大概是這樣一個背景的東西 然後我其實後來聽說 就是知道壁壇的這個 迅情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 那是很有趣的 因為就是迅情這個 我自己是想像的 從吊橋上跳到壁壇的那個影像 那時候寫這個時候 其實同時我看到了 金生昌平 日本導演 他拍了一個 對於921 不911 美國911 因為911的一個 批判的一個短片 那個短片我滿喜歡的 其實壁壇從橋上跳下來這個事情 也會讓我想起911 當時最後那個從窗口 很多人就直接跳下來 那種跳下來 這兩個影像讓我連在一起 然後同時聯想到一首唐朝的詩 這個詩是講一個著名的一個 一個九樓女子 叫 新珠還明珠的 一個非常有名的名氣 但是她愛上了一個客人 那這客人最後變形走了 所以這個名氣後來就從樓上跳樓自殺 那他們後來寫的詩 那個詩句 不是這個 詩句是落花游士墜樓的人 就落花好像跳樓的人 是很美的 那個比喻 那大概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 我就寫了一個小說 但是小說基本上 就是金生昌平的這個 金生昌平拍的 對於911批判的那個片子 其實是 他主要是說那個 他主要是 他雖然講911 但是他就對於戰爭 對於戰爭的事情 有非常強烈的一二 所以他拍了二次戰後 他拍了一個短片 然後拍二次戰後 從一個日本年輕的軍人 敗戰之後 他在日本一個很貧窮 山上的一個小村子 然後跟他父母 跟他一個新婚的妻子在一起 那就被徵召 就被送到滿洲去打仗 然後又打敗仗 就被送回來 所以拍一個剛剛敗戰回來 一個鄉村的一個年輕的軍人 回到他山中的村子的情況 然後這個年輕的軍人 已經非常沮喪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滿洲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打仗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 又是成為一個失敗的一個戰士 然後這個事情讓他非常沮喪 然後他終於回到他的村子的時候 發覺他離開家這段時間 他的父母跟他的妻子還是在一起 但是他發覺他的妻子 已經跟他的父親私通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世界更定 他覺得噁心 所以他雖然回到那邊 然後他就覺得他對於這世界 已經厭惡到極點了 那他有一天就跟他的母親說 從今天開始我不要再做一個人 然後他就趴到地上 他就像蛇一樣 他就看著像蛇一樣 不過他沒有變成蛇還是人 他就行為一根 就像蛇 他就跟地上再移來移去 然後他不說人家爸不吃人的食物 他只吃蛇的東西 然後他的母親 母親這樣子 後來母親怕他嚇到鄰居 就把他關在一個籠子裡 然後每天去餵他 就只有他母親可以餵他 那有一天他母親去餵他的時候 他就咬了他母親一口 他母親就說 果然已經是個畜生不是人 就把他趕過去 叫他去山上 他就跑到山裡裡去了 然後他有一天 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就到山裡頭去 池塘去打水的時候 就看到池塘對面 他在那個池邊喝水 那這整個故事給我有還蠻大的衝擊 那我寫了一個類似的 但是有一些跟台灣的現實混在 中間小段 那小說的名字就叫 《我醉樓流如落花人》 這中間小段說 《妻子無意間與他在山中水塘相遇》 《入氣相直問》 《做個人有那麼沒有人作惡》 《他指滑身入池》 《落入黃綠水中沒有回答的承諾相失去》 那這個也是對金字昌平的一個質疑 那這是《太白樓》裡頭 其實廢墟裡頭 我反而覺得他比我們想像的要乾淨 我們以為他一定 就沒有人照顧一定亂成一團 其實常常是有人照顧的地方才會亂成一團 沒有人照顧的地方反而緊急有序 一到森林 森林沒有人照顧 森林無時不刻都是緊急有序的 那也沒有人需要去打掃 沒有人需要去設定什麼規定 他都沒有問題 人的介入常常是一切混亂的才產生的 那這個是 也是在那邊回來寫了一個短詞 叫《我左邊的男人》 這是講說有一次 這是像是有一次我到巴黎 然後就在那個塞納的盤掛 然後就看到有人在地上放了很多紙壓的石頭 不知道要幹嘛 我就問他 他說 這是一個散文 然後叫《我左邊的男人》 他說這是他的絲 我說你讓絲曬太陽嗎 他笑起來說 不是不是 我在賣我的絲 你要買一首絲嗎 他問著 這也是太白樓裡頭的一個角落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三支的飛碟屋 當時去的時候還沒有很多人去 不過後來前兩年還要整個被拆掉 這個是一個相當壯觀的 而且可能歷史很久的 因為我想他可能從1980初就變成廢墟 所以他大概有將近二十年的 將近有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一個廢墟 而且規模很大 但是他可能我去的時候可能已經二十幾年的廢墟 但是你真的是會很驚訝 這所有的東西都好好 所有的東西都長得好 就好像是有一個園丁在照顧一樣 就是水也好好的 樹也好好的 草也好好的 然後這個是在飛碟屋裡頭 然後這個飛碟屋裡頭 我去的時候 這張原來是彩色的 就是你看那個中間那個下面 這裡 看不太清楚 這裡有一件乾掉的襯衫 那這件襯衫是鮮紅色的 就一個鮮紅色的襯衫在這個地方 這襯衫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想 這個襯衫看起來 可能是一兩年 並不是二十年的襯衫 所以這是兩年前 有一個人到了這邊 然後穿一個紅襯衫 我這身不知道為什麼 就放在地上乾掉了 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想 第一個這是一個男人的襯衫 那其實你知道 就是敢穿鮮紅色襯衫的男人 我們看過 通常敢穿的 我覺得是黑道 黑道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敢穿 非常華麗跟鮮艷的衣服 那白道不敢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反正我就覺得 這個襯衫應該是一個黑道 然後這黑道為什麼在這個黑碑巫衫呢 那我就想 他應該是他們在這裡拘賭 他們在那邊賭博 這裡沒有人被抓 所以應該是有黑道來這裡賭博 所以我就從這裡就寫了一個小說 叫《紅色產物》 但是這個影的這段不太太 那基本上 我是想像有一個黑道 就是黑道也是人 他也有情人也有家 他有一個同居的一個 他很愛一個女的 然後可是這個黑道 四股 他就會跑到這麼遠的地方 就跟他賭博 然後英恩的故事是 所以襯衫會脫下來 表示他已經輸了 他已經輸了 輸到連衣服都脫了 所以我在想他應該輸得很慘 所以他那一天 不只上衣都脫下來了 最後 他其實 他最後 他沒東西可以輸了 他就把他的 他的那個 那個 同居的情婦 也輸給他的對手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就跟他的那個 同居人說 我今天把你輸給誰了 然後他的 他的情人 當然就非常 非常 非常傷心的痛哭 然後他跟他說 他就在他的情人面前說 我跟你發誓 他就拿一個菜刀 在他面前把他的小指頭剁下來 他說 他說 我一定會在賭桌上再把你引回來的 請相信 大概是這樣 蠻恐怖的故事 所以叫 紅色產物 這是中間另外一段 跟那樣沒有關係 不過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那段 應該放學來比較精彩 他剁掉小指頭 然後對他發誓說 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再把你引回來的 這樣 開門潛入後來發生爭執 驚醒老婆來勸結 非憂夫妻四處分走 必追逐他不放奶 這是另外一段 那這個也是那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相當壯觀的一個被選 這個是很規模跟那個漂亮度的很好 也是以那邊寫了一個短的閃文 叫《海邊無人的家》 我逐漸理解 我生命中某一段特別的記憶 不知為何的消失去 但也同時真切明白 追回意圖的不可期與無可掌握 這也是裡面的 這個是在新竹 這可能是我去的比較遠的新竹 我去的比較遠的是新竹跟宜蘭 基本上我不跑太遠 我都希望在半天到一天的行程內可以去 所以我沒有到中部、南部 這到現在已經不在我的範圍內了 這是在新竹的山上 因為那個台灣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有早期那個原住民跟日本 還有被打中於日本的地方 很多派出所射到蠻高的地方 因為它還在管 而且它因為要管制 所以事實上當時非常多牽村 很多原住民的村子都因此被要求牽到 就是河流外面出來的兩邊 就是方便監控 那也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台風後很多就是被毀村 什麼原住民的村子被毀掉 是因為他們被提到的沖濟傘旁邊 方便控管 要不然依照原住民它自己的 原來他們自己生存的經驗 他們不可能選擇一個會被 會被那個 這麼容易破壞的 所以這是有些原因 無論如何 這山上很多日治時代蓋的這個派出所 到了後來 後來這個 後來這個 王政府之後 漸漸的這個 因為這個問題不大 沒有抗爭 所以漸漸的荒廢 這是在新竹山區的其中的一個派出所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時代的建築風格 將上一個 這個 就是國民政府的這個檢查局的標誌 然後全部留在裡面 變成一個 荒廢的一個 一個廢墟 那這個 這個廢墟 就是我們看它 當然有些擔三客 還有這個 那種 越野 騎越擔車的人會經過 然後看到這裡頭 然後很多人就是在裡頭寫塗鴉 寫什麼國愛你 那其中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牆上就寫了這一句 你這樣看得清楚 就是你好嗎 我是高振穎 然後這個我就覺得特別的有趣 我就一直在想 高振穎究竟是誰 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人 所以我就 其實不只他寫 很多人寫 但是我就對高振穎這個人 產生了興趣 所以我後來就寫了一個小說 就是你好嗎 我是高振穎 然後就是用高振穎這個名字 當作男主角 高振穎我把它設定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大學生很喜歡爬山 所以他到週末的時候 就會一個人去爬山 而且有點孤僻 他就喜歡一個人爬山 或者再有過夜再回來 然後他媽媽也管不住他 然後他有一次就爬山爬到一半 然後就忽然那個暴風雨 很奇怪的暴風雨 所以他就躲到這個屋子裡 這個派出所裡頭 就避雨 然後那個暴風雨非常強 所以他晚上就躺在那邊睡覺 他是躺在那個地板睡覺 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被驚醒 就看到 就好像有那個日本軍打扮的人 就在屋子裡衝進衝進衝進 好像準備去打仗的樣子 然後他就躺在那邊 看著他們在那邊 分來分去 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然後中間忽然有一個日本兵 就停住 然後就轉過來 轉過來跟他打招呼 說 其實是個台灣人 就跟他說 問他說 你好 你在這幹嘛 就說我在這避雨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你好嗎 我是高這裡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他就醒起來 早上就醒起來 就記得有一個人說 你好嗎 我是高這裡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早上他起來 那天氣已經好了 可是他開始覺得很非常的不祥 他就不想爬山了 他就立刻騎著他那個單車 他騎著越野單車 他就準備回程 他要趕快回去了 他就很匆忙的回去 但是就摔到山谷裡去了 然後在山谷裡頭 後來他被救起來 送到醫院 昏迷了幾天 然後終於他 他媽媽就趕快照顧他 然後終於被救醒了 他醒起來 看到他媽媽的時候 他對他媽媽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好嗎 我是高這裡 他就變成高這裡 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故事 那這個是空間一小段 夜暗後 他到旁邊潛水溪裡 取水於溪身 看到對岸草叢裡 一隻大概影視 到溪邊飲水的小路 睜著金亮黑眼珠望上 完全裸身 陸在溪裡 寫人前進去的他 然後這是裡面的樣子 其實常常寫了很多名字 但是不是每個名字 你都會有感覺 所以高正穎就還蠻有趣 不過後來我這個小說 然後在聯合文學 還是在自由自由富刊發表 然後我其實一直在想 這高正穎會不會看到 因為高正穎這名字 並沒有那麼普遍 所以看到的人應該會嚇一跳 就是你怎麼會取了一個 跟高正穎一模一樣的名字 不過沒有反應 所以應該他是不看小說的人 這個是那個的樣子 那是到宜蘭 宜蘭就是 我去宜蘭 然後跟那個 黃森苑劍劍的電視 我跟他很熟 他有一次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講講說 他現在正在做 就是關於神風特攻隊 七寶的整件 我說神風特攻隊 我小時候看的日本電影 神風特攻隊 我還印象很深 像英雄一樣 然後他就說 宜蘭事實上有一些 成功特攻隊的幾寶 所以我就很感興趣 他就帶我去看 他就帶我去看 就在那個田中間 屋子旁邊 一個荒廢的 一個小小的幾寶 就像這樣 他其實就是藏一個 小小的成功特攻隊的飛機 他們那時候 因為已經到二次大戰末期了 那神風特攻隊 其實是在日本 是一個很光榮的事情 就是那個能夠 飛著飛機的是高度的榮譽 所以一開始 神風特攻隊 是不會給台灣人飛 台灣人不夠隔飛 這種東西 可是到戰爭後 其實日本的自己的兵員 已經不足了 所以他們其實 要去跟美國打戰的時候 他也把台灣設了一個基地 有些飛機從台灣起飛 然後在中間停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就直接去美國 當自殺飛機 所以台灣那時候 然後因為美軍事實上 有更強的控制空域的能力 所以這些飛機 平常是要藏起來的 他必須躲起來 怕被美軍轟炸 所以做了很多時候 小七寶把它藏起來 然後上面就覆草 然後同時 他們會叫那時候 叫宜蘭的農民 用竹子編假的飛機 連著像真尺寸的飛機 把這些飛機 全部吸成紅色 然後放在外面去引誘 美軍去轟炸 所以他們會議把它叫做 他們就把這種飛機叫 紅蜻蜓 像一個大的蜻蜓 放在那邊 所以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相當有趣 所以我寫了一個小說 叫紅蜻蜓與白蝴蝶 紅蜻蜓當然就是這個飛機 假飛機放在外面的遺域 然後我其實在想像 那個二次戰到後期的時候 台灣 日本已經快戰敗了 那時候其實台灣 應該那時候的生活都 因為快戰敗 應該整個生活的情況都不好 所以那時候的農民應該 因為常常被抓去做充員 所以他們應該生活都蠻辛苦 所以我其實是設定 我設定在那時候 有一個小女孩 在宜蘭的農家 有一個小女孩 然後他們家其實已經 像大部分的人 在當時都生活很緊 然後他們平常其實吃不得到白蜜 所以他是農家吃不到白蜜 有一天他就在他家的門口 他們家農家的門口 他站在那邊看著一個牛車過去 他覺得牛車是日本軍的運糧車 所以上面有一袋一袋的白蜜 他運過去 然後他看那個牛車 那個白蜜上面坐了一個軍官 那個軍官坐在上面 他就在旁邊看著他 他知道那個載的是白蜜 他就露出那種非常想要吃白蜜飯的表情 然後這牛車過去的時候 這個軍官看著這個小女孩 明白他的感覺 就是牛車快過的時候 他就把一袋魚用腳踢下來 踢到路邊 然後那個兵 日本兵要下來撿 他說他不要撿 就叫他們走 那這個小女孩就趕快跑回家 叫他祖母來 兩個人就把這個米搬回家了 所以他們就吃了很久的白蜜 然後這個小女孩一直記得 那個日本軍官的樣子 然後對他抱著一種感恩 那小女孩就告訴自己說 我長大一定要報答他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人在哪裡 可是到他長大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時候已經有神風特工隊了 神風特工隊每次要出任務之前 他們就會穿上非常華麗的軍服 然後再會遊街 遊街 就是要出任務的人會遊街 然後大家就出來換送他們 然後他們晚上 這些人會到酒家 會被款待 然後吃最好的 喝最好的 也會有九女陪 那這個女孩是看到這些遊街人 穿的衣服的那個華麗 讓他覺得跟他小時候看到那個軍官 是很像的 所以他找不到那個軍官 所以他就決定 他要報答給穿這樣衣服的人 所以那他報答的方法就是 他就 他就在某一次 這個神風特工隊遊街 然後隔地要出任務的晚上 他就自己就跑進酒家 他的朋友在那裡工作 他就扮成酒瑜 他就說他要去對他們做服務 報答他小時候給他一包米 所以他就那天晚上就跑進了那個酒家 那這是到酒家以後的一個情況 他就說 然後這個是五個 好像是五個要 隔天要去的 其中有一個是台灣人 然後他進去裡頭跟他們 當酒女跟他服務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台灣人安排跟他做對 就是說一說是由你來招待他 他就招待這個台灣人 然後這個是他後來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那個台灣人 台灣的那個飛行人員 就是後來醉了 哭起來 他就拉 我就拉他離開 去到格林的榻榻米間 他抓著我乳房石弄透了我 就一邊道歉 一邊進到我裡面 我那時忽然想起 穿上以及剃落米袋給我的那個軍官 那我猜想兩人應該都站死了吧 這個是中間一小段 這個是那個雞堡的樣子 後面是黃曬人在蓋的一個 跟他搭配的一個東西 現在已經在一個院頭 那這是松山煙場 松山煙場 當然現在就是 但是我去的時候 就是一片廢墟 就是沒有人的一個狀態 那時候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裡頭因為有煙場 然後煙場旁邊有宿舍 是很大的規模 然後裡頭 煙場裡頭也有一個幼稚園 所以很神奇的 然後我就在想像 一個從小在煙場裡頭 長大的小孩 他的父母就是在煙場裡頭 當煙場的工人 然後就在環境長大 然後正好在寫這個的時候 我看到報紙有一個新聞 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有一個 學歷蠻好的一個年輕人 他在一個銀行工作 而且看起來他表現很好 前途非常好 然後就是有一天他就忽然 就是偷了銀行的錢 然後就跑掉了 而且跑出國 然後後來被抓了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他應該看起來 他不像是一個 沒有前途 必須要做出這種 我就想他應該有一個原因 讓他做這事 而不是因為他沒有入責 看起來他在銀行 好好的做了十年 應該會生到十度 一項之類的 可是他居然選擇這樣 應該有一個動機 所以我就去猜想那個動機 我就想他應該是為了愛 才做這樣 所以我就想一個愛情故事 叫做上兵廖崇基 就是講有一個軍官 裕官 那他部隊 然後他愛上了一個上兵 叫廖崇基 那這個裕官是 借其他的姿勢啊 所謂的身都是比較好的 那上兵廖崇基 就是一個比較底層的人 可是他在軍隊的時候 他就愛上廖崇基 可能是廖崇基並沒有愛他 這廖崇基是自己有一個 有老婆也有小孩了 然後這個 可是這個裕官就是 好像是愛著他 後來他就等到這廖崇基退伍 他就跟廖崇基說 我們一起離開台灣 我帶著你走吧 然後他就把銀行前討論就好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這中間一場段 他自己在回到那個松山煙場 在那裡走的時候感覺 然後他等一些迴響 他說我走過小時讀書 並得到第一枚獎章的幼稚園 忽然想到你 可能因為夜色的關係 就流出淚了 我那時捲靠在大樹下 對自己起誓說 就算必須亡命 也要和你接連你 就把松山煙場跟這個 當時的一個報則新聞 合在一起寫 那這是裡面的樣子 其實這種景象都蠻迷人的 那個光線會顯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光線會非常清楚 然後寫了一個散文 這個散文是叫 誰人青春不漂泊 這個泊好像寫錯 他剛剛就漂泊的意思 這是講一個 這也是一個散文 他有點故事 就講一個 年輕的大學生 念社會籍什麼的 就是要做一些 寫個報告 他就跑到那些蟲去 去廢墟裡頭去做報告 然後他的女朋友 就草著要跟他去 所以就進去 兩個人就進去 然後進去 因為裡頭沒有人 然後打打鬧到 就假氣成真在裡頭 發生關係了 然後 這個關係發生之後 然後這個是 發生關係完了之後 就是事後焉的時候 這個女的就說 他又迫著問 我老的不美了以後 你還會同樣愛我 並害我做這個嗎? 男人不知打話 一隻油握他乳頭的手 有一的不知 當不當收回來 這個是 這個散文 當然也有一點小說的情節 這都是裡面的樣子 這是在六條通的一個日式住宅 這是在六條通很熱鬧的地方 旁邊都是很滑滑 然後就是一個小面子 一個日本式房子 就像一個廢墟在那邊 這是我朋友跟我提的 他說他看到一個我進去 那這個去也很有趣 因為這個他也是進不去 所以我事實上 我進去是 我必須爬到一個車子上面 從車的車頂再爬到圍牆再翻進去 翻進去 然後這個裡頭 這個其實最神奇的是 他這棵 右邊的那棵 一個非常大的芒果樹 這芒果樹非常漂亮 但是我聽他旁邊的人講 因為這塊地很值錢 所以這塊地準備要重蓋 可是這棵芒果是一棵樹林跟樹幹 超過了台北市的一個規範 所以被裂管 那裂管的意思是說不准砍 不准砍 他這個地主就很難蓋這個房子 所以這地主為了要蓋這個房子 就把這個芒果樹就打毒針 把它毒死 所以這樹那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都蠻離奇的故事 就是那棵芒果樹 一下就忽然就死掉 因為被毒死 這個是我寫了一個散文叫 《廢墟書簡》 這個中間一小段 那天陽光極飽滿漂亮 我戴墨鏡長襯衫幾個釦子 青木走著 你忽然軟音患叫我 就無聲回轉變 卻相機等待我的暗下而快 在相片裡的我顯得多麼輕盈快樂 這是那個烏墟的樣子 這是在宜蘭的另外一個相當規模很大的 叫中興紙場 中興紙場是在日子山 因為宜蘭是台灣的三大林區之一 太平山 所以那邊產木頭 曾經是東南亞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產地 那這個是中興紙場 就是宜蘭 中興紙場成是東南亞最大的紙場 它的規模非常大 現在整個沒落 這整個完全沒落 整個就空掉了 而機具東東被搬走 這就空掉了地 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 一個花費的長區 那因為 我猜它因為很多那個 自職的機具還要 或機器還要 所以它們就要搬走 所以把很多地方屋頂啊 那牆就破了一些孔 把它吊走 那這破的孔 讓我感覺還蠻強烈的 就是有一些孔 就好像一個屋子被挖出了一些奇怪的洞 這寫了一個詩叫多邊形的傷口 就是好像一個房子有很多傷口 這中間幾句 就是當初來不及說的話語 現在紛紛自張開的傷口流淌出來 然後這是裡面的樣子 那這個 這張 這個椅子前面其實有一張更精彩的照片 我沒放進來 這個椅子的前面其實是一個辦公桌 然後辦公桌上面是有一個色情雜誌 就像色情雜誌翻開的頁面 就是有那個裸體的女生的照片 然後翻開了 看在那邊 然後時間都很久 然後旁邊有一個 一個保麗達B的空瓶子 一個塑膠紙杯 然後一個吃完的那個檳榔的盒子 所以你就立刻可以感覺到 有一個人就坐在那邊看那個色情雜誌 然後喝保麗達B 然後吃檳榔的那個狀況 所以還蠻真實的 我沒有放在那裡 那個場景非常真實 所以你幾乎可以看到活活的一個 那個男人就坐在那邊 一邊看一邊喝保麗達B 然後咬著檳榔那種愉快的樣子 那這個是 然後我寫了一個奇怪的故事 叫幸福家庭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想到一個家庭 那這家庭是還蠻奇怪 這家庭就是總共三個人 那媽媽是蝦子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兒子 這個 姐姐跟弟弟 然後這個姐姐是 媽媽是蝦子 然後這姐姐從某一天開始 他一點一點的就消失了 就變隱形了 最後一天一天的 最後他就變成一個隱形人 然後這弟弟是 弟弟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反正這家三個人都有問題 這是一個奇怪的一家人 然後這弟弟是比較正常的 就是弟弟還會出去 但是弟弟覺得我們這家人太奇怪 千萬別給別人看到 或知道 然後這個媽媽就有一天就忽然 其實這個小說開頭的第一句就是 我今天早三十宣佈 今天全家要去交流 為什麼 這弟弟 我這弟弟 我驚訝的問者 望向盲眼的母親 春天了 而且很久沒有了 這媽媽堅持 他三個人要去野餐 然後這弟弟嚇死了 他覺得我們這一個幸福家庭 是多麼可怕 我們怎麼可以去野餐 但是後來他們還是去野餐 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這個是裡面的樣子 然後這符合戲院就我剛剛講 這符合戲院就我拍了第一個 當時是因為 因為蔡美亮的不見不散 我很好奇一去 然後在裡面找鬼都找不到 就拍一些好像可能有鬼的地方 然後在裡面其實從頭到尾 找不到鬼 可是就有一隻黑貓一直跟著 一直跟著我 這黑貓 出到處哪裡來 就一直跟著我 然後這黑貓 這是我拍的黑貓 然後寫了一首詩叫 《黑貓與過客》 這中間幾句 就是我覺得 黑貓、黑貓 你愛談電影 過客、過客 我當然 黑貓、黑貓 那是拆掉的喉嚨椅子 過客、過客 你說的也確嗎 這中間幾句 這是一個影片的料理 那這大概我總結一下 就是關於 那這次拍的一些 大概是那些 應該可能還漏了幾個 大約就是這樣 那整個其實 我會從這個廢墟來講 那個程式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覺得廢墟其實是 它是一種在出生現象 就剛剛生下來的現象 有見不到 只能藉著死急 而得感知的永恆性 因為時間感的消失 是賦予後間某種難以描述的恆久的沉重感 是那種在嬰兒臉上見不到 只能在老人臉上見到的生命重量 那這個回到那個神秘性的東西 我可能再拉一下 他跟我學的一些關聯 我很尊敬的 我到現在還是最尊敬的 前三個小說家之一 是杜斯托爾夫斯基 杜斯托爾夫斯基 在19世紀之後寫他的小說 大家覺得 都覺得很好很好 但是 他到底有什麼好 他為什麼好 其實 一詞沒有辦法 他大概的人也說不清楚 大概在他死後半個世紀 大家還是說不清楚 可是沒有人不知道他好 沒有人不知道他好 可是你卻說不出他為什麼好 終於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是巴赫金 他提出了一個 為什麼杜斯托爾夫斯基想說好的一個觀點 叫副調 他不是單一的調 他是副調 副調的這觀點 關於巴赫金用副調的這觀點 來詮釋杜斯托爾夫斯基 我覺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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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一下子就破解了杜斯托爾夫斯基的其中一個 他的所以好的原因 巴赫金是這樣寫的 他說杜斯托爾夫斯基的小說 就是有著眾多各自獨立 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 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風調 他說 他基本上直接說 杜斯托爾夫斯基的小說的特質是 有非常多獨立而且並不融合的聲音 一起存在他的小說裡頭 通常我們的小說會希望他們彼此協調 他們產生出一個共同的具體的聲音 但是杜斯托爾夫斯基允許他們各自獨立 互相矛盾 共存 這是他的 他允許聲音的腹調出現 小說其實在18世紀後 古典小說在發展的時候 其實開始的時候會還是蠻凝聚一個單一 到現在都還是 希望凝聚一個單一 清楚而且有力量的聲音 杜斯托爾夫斯基反而把他打散掉 讓他變成一個沒有一個清楚的單一聲音 讓你不能明確知道他最近要說什麼 而且似乎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彼此之間還產生出矛盾性 他說這是一個副調 他再接下去解釋 他說在他的作品裡頭 不是眾多性格與命運構成一個 統一的客觀世界 通常的小說是這樣寫的 你建立一個世界 在這世界裡頭 有很多不同個性跟不同命運的人 但是他們是在同一個客觀世界裡 在作者統一的意識之內下 層層開展 這是一般小說的寫法 他說杜斯托爾夫斯基比較特別 他說這裡恰是眾多地位平等的意識 小說裡頭有非常多跟作者平等的意識 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 結合在某一個統一的世界之下 彼此並不融合也不需要融合 這是他指出杜斯托爾夫斯基的一個原因 那《八二經》他接著他說 杜斯托爾夫斯基創作的獨白話 杜斯托爾夫斯基用了非常多的獨白 他就不斷的自己喃喃自語 或自己開始講一大堆道理 那種一般小說不會 小說還是用故事性 可是他跑出一個獨白的寫 他說創作的獨白話 不是表現統一 他目的不是要成就為統一 而且唯一的個人意識 而恰是分析眾多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 不是分析在一個意識的視角下的多個人 而是分析諸多平等的有價值的意識 這是他提的 那大概是這樣 那大概我講的部分差不多到這裡 那因為各位應該 就是我下禮拜有一個新的小說要出來了 順便打個廣告叫《黃昏的故鄉》 下禮拜4月1號應該會出來 這個是我過去兩年主要的認真點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因為之前在源自當起主任六年 然後我還要 而且被學校強迫 要從副教學生到教聖 我簡直是生不如死的 一個六年 所以那六年我其實基本上不太能寫長篇小說 終於一年半以前我把那個寫下來 就趕快回來寫小說 所以這是目前教出來的 叫《黃昏的故鄉》 那也很感謝王德偉老師把他收到那個 叫做 他的當代小說《家庭》的題義裡頭 那他寫了一個很完整的 很序 我還蠻感動的 他寫了六千多字 我很看得下一個 中間他寫了幾句話 我引一下給大家參考 就是 王德偉老師他說 這自己念是有點有點噁心 軟簽約融合荒謬主題 和本體情境的寫作方式 每每令我們響起其人生道路賀 這些作家 不同的是 他更關心融合介紹 說探討行詐問題 信仰本質 神章的可能 起悟的條件 原罪與舊主的狀態 後啟蒙時代的寫作 明明種種 但接線文學 仍然創造神蹟的 人有冷卻約一家 這些 他雖然上禮拜才寫好 所以他 我也剛看到 今天今天帶到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可能提一下 是我最近的創作狀態 那大概我先講到這邊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 有什麼問題 文言記憶這次準備 特殊的小師紙膠袋 那如果提問的朋友 我們到時候有工作人員 會送你一張紙膠袋 就當作禮物 那我問你要請教人 我們那機會蠻難得 有什麼問題 請問紙膠袋嗎 我給他 舉個例子 這個書的封面就是用紙膠袋做的 這個是現在很有名的王志宏 這種設計的 然後用這個書說呼謊 所以他不知道這東西要怎麼做 他自己就決定 他就用紙膠袋 這就是紙膠袋 他就用紙膠袋在牆上就貼 然後把它拍下來 然後就變成那個封面 然後就能解釋 所以這個是紙膠袋 我沒有記錯的話 秀儀的封面也是王志宏做的 對 因為封面非常特別 像說 對 封面好 對 有什麼問題 先請教老師 請問一下 這個 呼謊跟謊呼 有不同的意思嗎 它其實呼謊是從道德經來的 因為道德經幾頭 它呼謊跟謊呼兩個 它是併用 那呼之 謊之 謊之 呼之 但是其實它並沒有排一個資訊 但是後來我們自己的用法把它規範 但是其實這個源頭 而且在那個 在《道德經》裡頭呼謊 使用率比謊多 它比較是用呼謊 那我 因為我 像這本其實是這個建築文 就是在講建築跟那個《道德經》的關係 所以《道德經》是在過去時期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一本書 所以呼謊其實是 源頭是《道德經》 那《道德經》裡頭 我覺得分卻 在《道德經》裡頭的用法是呼謊的 但是我們現在平常的說法都是謊的 可是我還是用《道德經》的說法 文老師 那個 在您做那六年徒教授毛路的時候 就是 那之後 現在在寫小說 那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你有覺得 有跟以往 六年前創作有怎樣不一樣的心境嗎 其實 因為就是那六年 在當學校當習主任 當教授的期間 其實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時間可以寫作 但是 但是因為那種狀態 就是你要做行政 然後你的腦袋 你的狀態 我覺得是不好的 所以 如果狀態不好 我覺得不能寫 而不是說沒有時間 那 因此 第一個是狀態必須要好 那狀態就是你要脫離一個你覺得不好的一個狀態 那狀態就是我必須要離開那個位置點 那位置點 我離開以後 我必須要確認我的狀態好 但是狀態好 兩個是一個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一個物理環境 跟你的生活節奏等等 就好像很多小兒子在講他們必須要怎樣怎樣去 什麼地關什麼等等 其實都是在講那狀態 那每個人狀態不一樣 那狀態比較容易解決 那另外一個是 我比較擔心的是隔了六七年這個如果不行 那其實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你會不會跑掉 你的那個就好像那個 連林舒豪的頭籃都會跑掉 那天邊頭的還會跑掉 那我們就連褲頭不是很可怕嗎 狀況是會跑的 而且不一定會回來 那個東西是另外一個是要小心的 所以在我當戲主任的那期間 我其實不能夠寫比較 就是敢給自己太難的東西去寫 但是不敢 我還是有寫 那秀雲其實在這個中間寫 對 但是秀雲我其實就給自己比較輕的壓力 波網其實也是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我可以同時處理現實 或是處理壓效 我還是可以寫 有些東西可以有些不行 如果要處理到比較 比較進入到一個狀態 或是思考到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需要隔更多 那再來是跑分的故鄉 我切的東西可能更複雜更深 那個我知道我不能夠同時在那裡 但是那六年我其實還是一直很擔心 很擔心當我覺得 我可以把時間空間調出來的時候 我當時的狀態我沒有把握 那不是說你要寫就可以 你說你要寫不一定可以 那我也不能夠判斷 所以那個東西是有風險 而且永遠是會令人擔心的 就是你現在問我五年後的狀態 我完全不能夠擔保 不是你能控制 像很多小說家 他會不斷的接有一種規律 就是來控制 不讓狀況跑掉 但是狀況要跑掉 他就跑掉 你每天長跑也沒有用 你每天跑三公里也沒有用 我沒有在影射誰 老師我想請問你三個到四個問題 弄很短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我不是來自文學的 然後我對中國文學 以前都沒有什麼這一方面說 但是現在真需要寫 真需要寫 第一個問題是 剛開始不是來自這文學領域的 但是要進入狀況 進入到這個領域的話 然後我們怎麼去表現這個 就是說怎麼去把它商業化 因為這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怎麼去介紹自己 哈囉我是誰 我在寫什麼書這樣的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在寫的時候我問到 有些事情很private的 我不想 我很想把這寫出來 但是我又怕人家知道 那我怎麼選擇 就是說 這個名字 我是要寫我自己呢 還是就是怎麼模擬 把這變得是很虛幻的 讓人家看了 但是他怎麼講 看話不是話 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要當小說家來生存的話 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又很想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問很多人想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吃不飽飯的 怎麼去平衡生活這樣子 這十三個問題 OK 第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 意思是說 如果你並沒有太深入的涉獵到這個 通過文學 但是你想要做的創作者 對 那個東西沒有人可以規範的 因為到底你要 勝利到多少才可以 我並不覺得 因為 像我 我後來 有時候常被請去一些課堂要講 如何寫小說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從來沒有人教過我這些寫小說 那 他就寫出來了 那你就是寫的 可是你寫出來第一本書 你怎麼去present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其實present是另外一件事 你最重要的是 你先把你的東西做完 做完有沒有present 有沒有人要present 我的書到現在還是賣得很糟啊 我已經寫三十幾本了 我書還是 你問我這下一本能賣幾本 可能很慘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不是問題 我即使寫到三十幾本 都沒有保證我的書可以賣幾本 那我也不擔心這事 我的說法是 當你要寫先不要想 會不會被看到 會不會被稱讚 會不會被買 都不要管 就是寫 那這第二個 你在寫的時候想 你說要寫 當然是有你最裡面最隱藏的話要說啊 那些話就是不能說的 你才要寫 要不然你老早就跟別人喝咖啡 你就講完了 你幹嘛還要寫 那就是因為他說不出口 你才要寫 那你就是當然要寫出來啊 至於是寫出來用什麼名字 都OK 我常常用別人名字來寫小說 那什麼名字都可以啊 那寫出來別人會不會 因此知道說 猜測你的私生活什麼 我巴不得如此 我希望我寫的 他們都以為是真實 是我的故事 那我就精采不得了 老師我的問題是名字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是誰著作的 這叫阮慶 你說要不要用筆名嗎 對 我覺得筆名是大概是在上個世紀 作家喜歡 現在大家幾乎都不喜歡用筆名了 因為時代沒有什麼必要性 就是時代上是這樣 現在你看說年輕作家很少 詩人 詩人會 小說家幾乎都不用 那詩人為什麼會會 我不知道 所以寫這樣這個名字的作者來講的話 然後裡面寫的故事 人家就 我們有時候會很想讓作者 知道這些情境 但是又不想說 這個就是我 打著蓋章的名字 就是我的名字 我覺得小說會有兩種狀態 就是好的小說家會有兩種 一種是所有的讀者 都會把小說者讀到的事情 跟作者連在一起 一種是讀者會把讀到的事情 跟小說家切開 那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有些譬如說我們讀 烏斯特的小說 你就是一定會認定 他寫的通通是他真實的事情 但是當然不是 沒有這種小說的 可是有的小說家 你就知道 那絕對就不是他 這是一刀兩段 這個是跟作者跟作品的距離有關 那這是跟你的寫作風格有關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以自己決定那個距離感 你可以拉開也可以拉近 但是個人的事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小人家 通通距離感不一樣 比如諾以軍 他就寫很靠近 早期的 他現在今天拉遠 他跟他的故事的關係 可是他早期 就是他跟他的小說 完全難分啊 合在一起 那這個是個人的事 這個是沒有標準答案 不是說要怎麼樣才可以 那用真名假名也都隨便你啊 你可以每一本都畫一個名字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老師好 我是現在台灣正經理 然後我想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我前陣子在看這個 然後我有幫忙是要整理 今天 還試一下 就是台灣前世的公共空間的一些東西 然後他系統教 他當我們不怕 你除了看一些空間的實能 然後想說如果 像老師想做的話 他會怎樣 他有一種講的其實是 當然跟我整個策略不一樣 但我們兩個人是 也被談過這個議題好幾次 因為 常常人家會把我們理會 但我們是不一樣 但是他處理的時間軸啊 更有脈絡的處理 他其實也是在質疑 就是像你講的 其實在人類歷史當中 當我們蓋一個房子 人類歷史當中 當我們蓋一個房子 當我們蓋一個房子 一個人家蓋一棟房子 是非常珍惜的 這是像生一個小孩 非常寶貝的 會一輩子去照顧的 可是在我們現代裡頭 我們就快速的 一棟一棟蓋 蓋了一轉眼就拋棄 就不管它 然後又去生另外一個 那種在某種過程裡頭 我會把它看成同樣是現代性的 一種荒謬跟一種糟蹋 對於一切的糟蹋 柔兒中應該是對這種態度 跟這種的一個批判 就是你怎麼可能 費心的蓋了一個房子 然後轉眼之間 就把它就不理 你可能生一個小孩 這樣子對待它嗎 以前在農村 沒有一棟房子 會被這樣對待 每一個房子被蓋起來 會被多麼珍惜的照顧 不只照顧一輩子 可能照顧五百年 那現在我們二十年三十年 就覺得 恨不得趕快把它拋掉 那這種轉換是蠻可悲的 我會比較是這樣看待 那個姚瑞宗的 他做的事情是對這事情的替代 那當然裡頭最糟糕的是政府 給政府更不在乎 他用納罪人錢蓋 蓋錯了 然後他就轉頭了 他重要的是他不但蓋新 因為蓋新就是一個政績 荒廢的東西沒有人給他 沒有人去追究 那姚瑞宗去追究那些 被他不更荒廢的事情的可笑 這個是有意義的 我們只有 只要他不送完 所以剛才只有兩個 你第一個是這個 可以不要留幾張那 還有 還有你的 請你 我想問那個藍老師 就是像那個 就是工房 他是從廢墟空間 就是 尾巴想要出來的一個文本 那就是 對於你來 比如說 在 比如說 東虎山不處 或是秀林裡頭 就是在他裡面 就是空間性或空間感 在你書寫的時候 有把它 特別去設想到這一塊嗎 還是他其實是 你兩種不同的書寫策略 或是不同的難度 對 這個是滿好的問題 其實到事實上 我的小說到底在追求時還好 其實是由我自己要追求的一個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對於 當然第一個對於此時此刻 現在的空間的質疑 就是我覺得 其實小說如果必須存在 它一直是更能夠移動在一個 時空的狀態外 以及在 理性跟非理性 意識跟非意識之外的移動 它必須具有這個難度 但是這樣子 如何去寫這小說 很難 不知道怎麼寫 那 寫廢墟 因為廢墟裡頭 就有一種神秘性 有一種好像記憶 有一種是比較玻璃的 所以 對我來講 這雖然寫得快 但是它是一個操作 它操作裡頭 就是我在裡頭 也是操作一種 包括敘述人稱的移動 包括時間如何移動 就是時間從這裡到那裡的移動 如何能夠讓讀者非常 不感覺到要要的移動 空間也一樣 你可以在移動 然後 我可以 就是你好像 能讓讀者 在一個更自由的一個 時空裡頭 自在移動 那這是 小說家必須鋪陳出那個環境來 讀者才有辦法 那如果讀 就有點像 Durator FSC 它是抗拒單一的敘述性 它一種多重的敘述性 然後沒有單一觀點 那讀者 馬上不知道要跟哪一個 那這通常讀者會厭惡 或者是會立個拒絕 那可是他成功的 在這種拒絕讓你一個單一走線上 他成功讓小說成立 表示他成功 那這成功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單一的敘述跟統一的觀點 已經被重複太多次了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 我這呼謊 或是林鄭子儀 講到一些什麼民間的神妙 其實我對這個宗教有一點興趣 沒有 我在裡頭思考一種可能性 那這個都還是在實驗跟嘗試的過程 因為這個是我在嘗試的一條路線 可能在下一版的那個 黃昏的故鄉的會有更多這個方向 那我不知道成不成功 因為還沒出來 也還沒提到別人的民意 所以可能我也是等著看一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請問您對這個備虛都非常的備心 除了它的神秘性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說成長背景跟這什麼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您在這個創作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聽的這些故事 都覺得很有趣 但是也有很多是蠻跳碰的 現在聽您在迅述這些背景 原來是從這裡到那裡的 但是當您在創作的時候 您會不會考慮到讀者的觀點說 你這樣寫它能不能看出您的用途 會不會做這樣的擔心 第一個是對廢墟的興趣 我想跟我童年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我童年其實是一個膽子蠻小的小孩 說我應該不敢一個人去到任何黑啊 沒人的地方當然不太敢 但是我想可能是會比較接近 跟我後來會被吸引的 包括文學啊 包括藝術啊 那種對於一些非主流的 非中心的觀點 一個美學的觀點 包括像日本文學 這裡都被日本人這樣致敬 我覺得日本就是很早 日本跟法國文學 波德萊爾 他們對於廢墟的關注 他們都是我尊敬的藝術家 是那種美學的邏輯跟路線的吸引我 主要是來自於後來自己 被對於藝術的嚮往者帶的方向 應該是那樣 至於我的故事跳動 那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兩難的 跟前一個問題有點堅固 就是我還是不會為了讓讀者容易閱讀 或是容易理解 而選擇一個順從他思考的邏輯 或是節奏的方法寫 我還是會嘗試一個更複雜 更符合我自己的節奏的方法寫 那這個有可能兩個結果 一個是讀者放棄你 因為他覺得他無法跟你溝通 但是這個最終我自己覺得 還是要用我的節奏寫 然後讀者可以感覺到一個對話性 但是我覺得所謂的讀者 其實我不會把它設定在眼下買我書的人 就好像朱斯托爾夫斯基 巴赫金從那邊碰過他 巴赫金是晚他可能五十年到一百年後才出現的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忽然讀懂他了 那你要如何說呢 那你覺得朱斯托爾夫斯基 他當時在這樣構想他小說的時候 他同代 他有辦法跟任何人講 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沒有啊 他沒有一直放棄 那個才可能更重要 但是我不是說 我是覺得每個小人家可能都應該這樣 不是說只有我 只是不能去太設想讀者 一定會有為讀者設想的作家 讓那些人去設想 我剛漏了一個提供來提供 因為小姐剛剛提問 不好意思 我看過老師寫的蠻多個建築文文 然後就是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 如何開啟對於空間的感官跟理解 還有就是說 對於空間跟建築的詬世 有沒有什麼入門企場 或者是您自己的寫作經驗 你是建築被解答 你怎麼突然叫建築去 對 因為我對於你在書寫建築中間 滿有興趣的 建築的書寫 其實跟小說完全不同 就是書寫其實必須是一個比較理性 它就是有點像文學評論 當然就是要理性 所以它的架構是完全不同的架構 你自己要有一種章法跟你的位置點 我寫的建築的文章 通常我的文字會希望寫得比較 不要那麼學術跟生意 一般人可以讀得比較愉快一點 但是希望會有一個觀點 觀點我希望 因為我是留美的 我基本上受西方的訓練 但我後來對這部分反而有些懷疑 包括一個現代性懷疑 所以我希望找回一個自己系統內的觀點 所以我後來基本上就是 都用《道德經》的觀點來看當代的建築 大概位置點基本上是這樣 至於怎麼樣 我不覺得我寫得很好 所以我也不能告訴別人要怎麼去寫好 這是我們目前為止最多提問的一場 都非常認真正比極速 然後這個對老師有很多這個 就像快快快快達的速度非常快 老師真的很辛苦 那我就再掌聲感謝我們安老師的進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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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